看看新闻网 因为今年这个八几年这个版本很好 听说当时林凤娇老师听说两位要演情侣的时候觉得很登队很般配 所以才决定让你来演的是吗 对如果是跟我演对手戏那个 他觉得就是不太配 他说就不会 但是我妈妈很喜欢才姐 我不会为什么 聊完母亲林凤娇下面就该聊聊父亲成龙了 在电影《警察故事2013》的北京发布会上 成龙首次主动提到了小龙女吴卓琳 出乎了台下所有媒体的意料 里面很多那种经验跟我本身的经验差不多 比如说忽略了家庭 在我生活中就是如此 常常见不到女儿 常常忽略了家庭 而几天之后的这场发布会上 身为成龙的儿子吴卓琳的哥哥 房组民自然就成了媒体们追问的焦点 但由于提问的话筒始终被主办方牢牢控制 记者们只好在发布会临结束之前 扯着喉咙提问 好谢谢谢谢我们发布会到此就结束了 好吧 谢谢 不好意思我们的发布会到现在结束了 谢谢谢谢 我等一下上网看一下 我还没看到 因为我最近都不在国内 所以我怎么样先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等一下帮你打聚会一下 新鲁家线北京财宝报道